包括你们这学期想推动的什么 你可以很好 对不对 你可以都讲一下 分享一下 好 森林小学这个学期 已经创办第四十四学期 所以已经有二十二年了 孩子都很大了 很大了 像研究所结了婚 生小孩都有了 那从我们知道 森林小学是基金会创办的学校 那以人为本的教育的实践 做我们主要的教育的主张 所以在这个学校里面的大人 对小孩可以做到不打不骂 可是 零体法 对 从第一学期到现在都是这样 可是我们的孩子们 从第一个学期到现在 一直会存在着彼此多多少少 有一些冲突跟矛盾 然后孩子不知道怎么样去面对 人跟人的差异 或者不晓得怎么化解 自己的负面情绪 所以他们多少都会有一些 欺负人的状态 那这二十二年来 森小老师也就必须要 不断地面对小孩之间 帮孩子协调 我们当中间的那个桥梁 把甲跟乙两个人的冲突 或不愉快 透过我们帮忙做语言的翻译 或转化 让他们彼此 能够理解 能够对于他们的反应的 外显的行为 背后的感觉跟想法 有更具体的了解 那真正了解以后 他们之间就会发现说 原来他有太单一面向的去理解跟认识 对方 对面这个人 你要不要举一个例子 可以更具体 举一个例子 比如说老师怎么去协调他们中间的冲突或差异 好 就通常譬如说 有一个孩子 他进到教具室来 那他进去的时候 他就说 嘿嘿嘿我是狼 就比较小的小孩 那坐在那里的那个 另外一个比他大一两岁的 都是中低年级的孩子 当他这样说的时候 他就马上一手一拳就过去了 因为你是狼 然后那个 对那那个人 他那个比较小的 他就哇哇大哭 他觉得你干嘛突然就打我 到底在干嘛 然后他就说 因为你说你是狼 而且我预估你下一个动作就是要来咬我 所以我要先犯击你 那小孩就很委屈 而那个动手打人的小孩 他还很 一般来说就会觉得 你打了人 你怎么还正正有词 觉得你打得对打得好 那我们就协助 所以这是差异 对我们就协助那两个孩子说 当他说嘿嘿嘿我是狼的时候 他到底在干嘛 你先不要动 就是让那个小一点的 一年级的孩子 试着说 当他走进来对着另一个人说 嘿嘿嘿我是狼的时候 他到底在干嘛 那他就表达了他的感觉跟想法 那那个人也就发现说 原来你只是刚刚看了一个绘本 然后很有趣 那你走进来 你还停在那个绘本的世界里 对里面那个人做这个动作 那这个三年级的 比较大一点的男孩 他也就有机会 再跟那个小孩子说 当你这样进来的时候 他会有那样的反应 是因为平常他们其实相处 就多多少少有类似的 就是那个小的 嘴巴掌的东西 跟手一样快的 会去冒犯到别人 那所以就要协助他们知道 这个小的也必须学 他好像很委屈 可是他也必须 透过他平常跟这个大孩子的相处 去重新学习 人跟人之间的界线 跟身体的互相的尊重 或者什么样的状况下 还有语言的理解 对 所以类似这样 那其实两个小孩 都有情绪的当下课 他们彼此帮不了彼此 那我们的老师 通常就会协助他们 让甲把他的状态 跟感觉说清楚 让乙把他的感觉 跟想法说清楚 然后彼此理解以后 他们才发现说 哇 原来刚刚只不过是 有一点点平行线 没有交集的误会 通常我所理解的 一般的家长 或者是老师 没有处理这么深 就是你打人不对 你道歉 这样就结束了 所以都没有学到东西 而不是放在教育的本质 对 其实那个 那个有一个要点是说 森林小学在面对那一群 他们只是小学生 一到六年级的小孩子 我们都有一个 基本的想法 不管我教什么 我教数学 国语 自然 社会 历史 地理 音乐 戏剧 我都在协助眼前的 这所有的孩子 理解人到底怎么了 人的差异为什么存在 那只要你心里头会有 或者是我们期待 说人的相处是可以更美好的 而且我们相信人是很高等的动物 人喜欢追求更高层次的东西 那用暴力来解决问题 绝对不是文明的产物 它其实是在文明化的过程 应该被淘汰的处理事情的方法 哇 所以你们从过去创办到 现在22年 你看所有的孩子 因为你们并不是唯一的 就是治愈而已 对 你包括生活教育 生活就是教育 所以这整个一套下来 你们看到的孩子的发展 是不是你们还是肯定 这样的一个教育是对的 对 其实我要说 22年来 虽然我不是完全的参与 中间有8年 我到基金会工作 就人们教育基金会工作 可是我发现说 在面对处理孩子的各种问题 特别是在深小 我们比较会说 孩子之间彼此欺负的问题 那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觉得第一个要点 还是大人有没有专业的能力 来协助小孩 就是22年来 我们不排除自己过去 有比较不会 有比较不知道该怎么办 因为我们也背负着过去的教育 加在我们身上的束缚跟限制 但是这22年来 我就发现说 我们累积下来的 深小的处理孩子的 这些相处问题的能力跟经验 更丰富更多 所以你可不可以谈一下 现在毕业的这些孩子的状况 他们在社会上 是怎么样的一个呈现的面貌 其实他们从深小毕业 很多人会问说 深小是一个特殊的学校 你们的孩子 进到一般社会无法理解 可能不能适应社会 可是非常有趣的是 我们得到的共同的一个回应是 几乎是所有的家长 跟老师 甚至是国中老师 他们可能原来对于 深小的孩子是 有一些既定的成见的 但是他们的回应都说 我们的孩子的人际相处的能力 非常好 很亲切 这个在社会上以后 也是非常重要的能力 但我说的 那个人际相处的能力 倒不是说小孩技巧很好 很巧言吝啬 是能够尊重 而是对他们温暖 然后快乐 亲切 而且对于人的理解 跟包容度很大 这不是人最重要的本质吗 所以我们的孩子 我都觉得他们有 我看到相较于其他孩子 当然我不能这么五断地说 就是感觉啦 就是觉得我们的小孩 真的过得比较愉快 你是不是也可以谈一下 因为我看到你们最近 要推出一个活动 就是今年的 就是看出他的好 这个是不是也就是一个 尊重的一个教育 是 其实这个学期 我们有一个学期的主题 叫做 看出他的好 说给他听 那这个他 特别用注音符号 特阿他来表达 那这个他就代表人是我 那因为今天我们谈的是 霸凌的问题 我就专指人的部分 那看出他的好 说给他听 有几个要点了 是我们希望孩子 有能力欣赏别人的好 这是第一个要点 第二个要点是 协助这个孩子很好 让别人可以看到他的好 哇不容易哦 对对对 然后第三个要点是 就是让孩子生活的环境 是一个很愉快的 善的循环的环境 这样小孩彼此都很好 很愉快 那他们就不会有 看别人不顺眼啊 一点点小冲突 就觉得必须要花很大的力气来生气 这样的现象 是 所以那个他的好 你刚才说包括那个他 包括动物对不对 有 人事物 所以你们人跟物 还有比如说动物 到底怎么教 有 其实在生小 我觉得 小孩比 我说的认识人的 协助孩子更理解人 认识人 其实还包含 人建立的这个社会了 那所以在生小的教育 我们一直不会把小孩孤立的作为 我们很尊重他这个个体 可是我们一直会让孩子知道 这个个体是附着于社会的层面 那这社会的层面里面 不止人这种动物 还有很多很多别的生命 那所以生小从第四学期开始 我们就课程的关系 带孩子到流浪动物之家 认领了一些狗 回来学校 那从那时候开始 生小现在有15只狗 然后只有一只是 那个母狗来生下以后生下来的 其实它通通是流浪动物 被遗弃的 以及在医院带领养认领的 那我们有发现说 孩子如果有机会 跟不是人的生命形态的动物 比如说狗做相处 其实它更有机会学习 爱人跟被爱的能力 那它也透过说 跟狗之间的互动 它知道狗相对于人 是绝对的弱势 那它也知道说 我是绝对有诠释于 眼前的这个狗 那我怎么样看到它的需求 而我包容它 理解它 甚至我跟它成为很好的朋友 确实 这真的很有趣 因为我看到 人本教育基金会 真的非常认真 在做一个教育的实践 那在这边 我也很想请教乔兰 乔兰 就是说你们除了这样的一个 办一个森林小学之外 你们还承接了一个 三重的青少年基地 那这个青少年基地的孩子 又比较是关心 比较是说中措 或者是一些我们说高关怀的 对 那我不晓得说 你们接了这个的目的 又要干什么 那等一下你可以稍微起个头 然后也许思雨就跟来说 对 因为今天思雨在 那个 这个基地 它是完全是有 基金会创的一个基地 那因为我们有一个 我们的支持者 他有一次就提到说 他在社区有一个房子 问我们可以干嘛 那那个时候因为 我们大概从1994年 就开始弄非常多青少年工作 包含跟学校合作 带中措声 那包含当时也有跟台中线 都也合作 就是有一群辅导员 我们纳索市的企图 思考如何成立一个 校园支援系统 这样的一个 结合辅导资源 然后可以带一些青少年 对 那有一些这样的经验之后呢 常常那些 有合作过的国中老师 或者是那些辅导员就说 我总觉得社区的力量要出来 就是 就是 我好记得那些老师跟我 一直说你们赶快办一个 在社区的空间给小孩嘛 那之前我们一直没有这个机会 后来当有一个支持者 就说他有一个在三重的房子 在想说可以干嘛 那我们一想就马上连结上 青少年的工作 所以我们就跟他提案说 那是不是可以 就先无偿租给我们 让我们可以办一个青少年基地 而且把它叫基地 因为我们认为 它是一个孩子的空间 但是它 它是一个 并不是要把小孩留在这里 我们并不是要圈起来说 他在这里过得好开心哦 然后就一切安然无恙 然后出去以后又是一堆问题 而是说这是一个基地 它在这间装备好 它有时候来装备各种东西 它可以自由进出 对那它可以 它也放下一些什么东西 可是它是要从这里出发的 而且出发到各个角落去 所以我们把它叫做青少年基地 那也是我们在社区的工作 那已经十 快到了今年年底十年 十年了 对十年了 所以这里头有很多小孩的事情 其实我 因为今天在谈霸凌这件事情 然后我就想到我 前几天才 才跟一个小孩 有一个很短很短的对话 就是 我不知道 就是我们的小孩 很容易在犯错的时候 都会先防卫自己 我没有错 都是他的错 对 那可是这样的状况 在馆内 在我们那基地里面 不会常常发生 因为就是基地 就是小孩来这边 跟我们相处 一段时间之后 那他们就能够明白说 在这边其实 做任何不好的事情 那都有机会 可以被认识 被理解 然后我们 大人会跟他谈 所以他就 他就很快 就会卸下这一个防卫 那可是 大概每年九月的时候 会有新小孩进来 那新小孩进来之后 就这样的模式 就会再出现一次 然后所以 刚好现在是九月的时候 所以我已经 有一段时间 没有遇到那个 一做错事 就会防卫的小孩 然后那天 那个小孩就是 不小心就打 就是把一个玻璃瓶子 里面都是土钉 玻璃瓶子 就整个打翻 就掉地上 然后很大 声音非常非常大 快哐了一大声 那因为很大 所以全部人 都往他那边看 然后往他那边一看之后 他马上就说 我不是故意的 可是其实我们 那个时候 我们一看是玻璃 其实我们就想说 不行不行不行 我们就怕危险 然后我们就要去问他说 你有没有受伤 他就说 我不是故意的 我那时候就认了一下 我就忽然间想 我就跟他说 不是你的错 我就跟他说 不是你的错 然后这句话下去之后 那个人就 才整个软下来 然后他就说 对不起 那我就在想说 其实很多时候 小孩其实只是需要 一句理解的话 他的态度 就会有一百八十度的转变了 那可是常常 我们会错失 这样的机会 因为孩子们 孩子们常常是处在 被人宰治的状况 对 没错 他成长的过程里面 他只要稍不如意 不符合别人的意义 那就不知道 怎样的后果 就会出现 很多的责难就来了 对 所以 所以慢慢慢慢 他们就养成了 这个自我防卫的习惯 那可是 当小孩自我防卫的时候 其实大人会 更不高兴 就觉得明明 你就错了 你还 甚至说 这西安的嘴巴 对 就是错了 还不承认这样子 那那个 所以那一天就 跟他想说 我跟他说 不是你的错之后 他就会 他就说对不起 我就觉得 我觉得很好 我就觉得这孩子 其实反应 也是反应 非常非常的快的小孩 那所以后来就 而且因为是玻璃 所以我们就 请他先离开 然后我们就在那边 我们先请他先离开 我们先收玻璃这样 然后后来就 后来就要捡那个图钉 可是图钉 好多好多好多 很难捡 所以后来是 好几个小孩 就过来一起 就帮忙把这件事情 就处理到好 那我一直很喜欢 我们在青少年基地 就是跟孩子 从不认识到认识的 这个中间的过程 其实很多时候 小孩来三重青少年基地 对我们都是 非常非常反胃的 虽然我们自己认为 你们社工很好 我们又不打人 又不骂人 然后我们又温柔 我们也蛮面善的 我们又温柔 亲切体贴 还给他们饭吃 这样子 不过那是他过去的经验 对 可是他们不知道 然后所以 所以每一次 就是每次都要在 很多很多的冲突 或事件里面 然后才有机会 被彼此认识了解 跟熟悉 是的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